那最近呢植物防冻液啊 就是植物防冻剂这个很火 然后有话问问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其实跟大家说呢 植物防冻剂 嗯 这让人很尴尬 你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咱们真的用不上 就是我们的 可以说我们仲大棚的六七年了 就基本上是 没有听说过 就是给植物防冻剂 我们就是说如果天冷了 我们就再加一层棉被 或者说再加一层保温 不存在什么植物防冻剂 有的话说怎么怎么的 他们做到的这些个东西呢 只是为了增强植物的一些个抗逆性 什么叫抗逆性呢 你比方说抗病虫害 抗寒 抗冷啊 抗汗啊等等一系列的 是增强植物本身的一个抵抗力 你像现在都已经冬天了 你在用防冻剂 这是 晚三春了 早就晚三春了 你要在秋天的时候 就开始着重的下这一方面功夫 对吧 而且呢 它是补充什么呢 补充一些你比方说多态蛋白 补充一些个腐质质啊 补充一些个有机质 补充一些个微量元素 让它更加的去抗动 而不是说你给它 类似于某种灵丹妙药 吃了长生不老的那种道理 这个不存在 真的不存在 所以这话我们呢 你稍微警惕一下 你不要上了鬼子当 而且呢 你可以着重的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成分 好多的就是说某枣寿啊 什么某精华啊 这那那的 这个东西呢 就有点像这个女人的化妆品 我这一说肯定又影响很多人 这个也不能乱说 反正我就知道 这个人的皮肤呢 是天生的好 用点化妆品会更好 你像我这种脸 我跟你说 你就是 你给我用啥 你说也是这张猪脸 它也好不了 这个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肥料也好 化妆品也好 永远都是服强不服作 好吧 所以说花尔门呢 你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你别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说很神奇 你也是看气温 我跟花尔门一直说这个515 就是说 一般的植物不低于5度呢 都不会冻伤 15度以下 大部分都停止生长 大部分我只是说的 叫515 你只要把握住这个温度 咱们一般家里面 15度以上都可以具备 比如话说 我们家里冷 我们南方室内没暖气 你就可以做一个模拟那种 咱们前段时间老说的那种 温室大棚 对吧 稍微做一个 掏个塑料袋也比能够什么强啊 到白天的时候 打开晒太阳 它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说话们警惕一下 还有话我问我 使用时候要注意什么 使用时候 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是 你的钱包 还有你的智商 好了好了 我话不能说太多 说太多会被各方面的一个攻击 我是老花一 我最软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白了白了